今天邀請到的三位來賓 就跟著我們這個主持 而且大哥級的人物 也是跟了好長的一段時間 不如來分析一下 他們不同的主持風格 我先來講誠哥好了 因為我們兩個有共同的 對 同一個人 同一個男人 我對於誠哥的了解 他就是一個不喜歡很笨的人 那你怎麼活下來的 你是不是帶了一些 個人情緒在裡面 有 那個笨特別加重 因為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也很逼不得已 但是沒辦法 剛好我們這四個人的 這樣一個搭配也是剛剛好的 因為都太聰明 沒什麼效果 剛好參加我一個 有時候要假帥一下 就是要一個瑕疵品 對 瑕疵品 顯得他們很聰明這樣子 對 我永遠就是 襯托別人的那個亮點好不好 對 然後比如說我們在 我們對 然後拍一個人 去拆題目好了 然後那個人就是 明明就是這麼呼之欲出的答案 呼之欲出 對 為什麼這個人會答不出來 然後結束之後 他會一直唸一直唸 唸到休息 你怎麼可以這麼看 你怎麼了 你的邏輯在哪裡 你怎麼沒有去思考 那個方向 可是你知道這個節目 因為我也上過 當下真的有時候會猜不出來 你會卡關 對 會卡關 因為太多方向要想 然後腦子會突然 旁邊看得比較清楚 對 旁邊 旁觀者其實 而且晨晨哥他是那種 就是你在節目上 要是沒答出來 他覺得說 你怎麼竟然答不出來 他會一直唸唸到 你在上他其他的節目 他還會唸 對 繼續唸 那我懂 乃哥不會嗎 乃哥不會 他在說好玩就好 好玩就好 對... 你少了 他不會管你的 他覺得表現OK... 就大家開心嘛 他覺得做節目 他會節目 他因為他覺得說 贏了他也沒獎金 輸了他也沒獎金 他幹嘛咧 對不對 所以他覺得大家開心娛樂 重點是節目的效果跟氣氛 沒有錯 所以這邊看到的是 比賽小錯誤 對 偶熊是覺得 對... 就是我... 因為其實我有發現在 他們節目跟我們節目 就晨哥的表現 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那在我們這邊 就是你如果犯了那一種 不該犯的錯 他也是會覺得 你怎麼會這樣 做菜節目的話 這該算得錯 比方說很小很小的 要切蔥段 我切成蔥花 因為可能一開始 你開始在練的時候 你會覺得好多東西 我都想把它切成花 然後就變切 然後你就會忘記說 這應該是要跟著食材的 大小走的 他就會覺得說 如果你贏了就算了 你輸了他就說 這不應該切蔥花 我跟你講我一開始會做菜 他也是會這樣子 但是你一定要注意 他每個食材 他會開始一直講... 因為你們有獎品 可是蔥花 這個酥飲很重要 沒有 那個是一個美感 因為它是藝術 他會用一個想法 沒有 可是蔥花 蔥花味道 還是一樣啊 他會覺得 就有時候熟成的時間會不一樣 對啦 大小 就是如果蔥花 跟著一起進去爆香 而不是上面點綴的話 味道是會有一點 還是有一點些微的 而且有時候評審 如果我們兩道菜的口味已經很像 就會抓那些小毛病去扣分 所以他就會特別的要求 那有一次我覺得 如果跟他互相比賽就還好 可是我跟他同一隊 壓力就會很大 如果特別是碰上 對手也是很強的時候 因為他會覺得很想要贏 那我也很想要贏 然後有一次我們就在比的時候 做得都很好 從頭到尾他就覺得這味道對 我跟你講就是這個 很好很好 好 最後再下一點鍋邊醋就好了 然後因為是豆干 豆干不能夠讓鍋邊醋 直接下到豆干上面 它會有種酸味 它會吃起來很像壞掉 那我那時候一緊張 就最後一個動作 鍋邊醋要下鍋邊繞一圈 我會直接把它倒到豆干上面 我一倒環 我就想說完了 然後他就 你怎麼會把它倒到豆干上面 這鍋邊醋 鍋邊醋 而且而且他真的會掐 他氣他是真的會掐你 他是不是真的會掐你 對 他是會咬你 他咬你的人 對 然後我就一直在祈禱 想說拜託吃起來不要很酸 拜託 拜託 好緊張 結果到最後 我們就因為我下鍋邊醋下錯 我們就輸了 然後輸了之後 我大概一整天被講了八字 應該會被講一輩子吧 鍋邊醋不是這樣下的 對 然後所有的人一見到我 我就一直想說 下次記得那個鍋邊醋是在鍋邊 鍋邊 你說我記得 永遠都記得 我永遠都記得 那我剛不能把出家在上面 他好像說 為什麼鍋邊醋叫鍋邊 就是因為他在鍋邊 這個你都不知道嗎 對 你怎麼會把它領上去呢 對 他一定會 他一定是這樣子而已 就這樣子壓力會很大 可是如果是那一種 本來他覺得我們一定會輸 可是我們卻贏了 他會好開心 好開心 對 就很像小孩一樣 然後那時候我也會覺得 很放心 終於就好險沒有錯過 所以他 我們錄錯錯錯過 他其實很喜歡一個Albi 對 因為他聰明 對 因為他 而且他也懂他要的東西 他只要講了那個什麼 那個連牌子的那個聯想 他Albi 因為我們不能講到字 然後也不能接詞 所以Albi可能講到一點點什麼的話 那個誠哥就會知道了 所以誠哥很喜歡聽他的提示 真的耶 這樣可以一句 對 真的 討厭人家笨 沒有錯啦 這剛剛也是講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乃哥的話 等一下 這全台灣人都知道 這全台灣人民應該都知道了吧 不是 我跟你講 這個我要解釋一下 因為其實他是一個很用心 在做節目的人 永遠都是效果 應該是說他在私底下 根本不會發脾氣 他根本就是一個好好的先生 你看他可以把自己的家庭 照顧得這麼好 他永遠就是怕老婆的一句話 回家了就是回家 就是你知道嗎 他是一個 我覺得對我們來說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丈夫 如果要嫁的話 挑他這種男人就是對了 然後他在做節目 他曾經也是用語音 傳訊息告訴我說 其實他也是很難過 因為在這個圈子這麼久了 然後網友怎麼說 他也是聽聽就算了 不然要怎麼待這麼久 在這個圈子裡面 然後所以他就說 他曾經對一個藝人 發過很大脾氣 不是最近的事情 我說曾經 對... 也是他不開心 因為就是他不喜歡人家這樣講 就代表說在我身邊的這些人 你們應該要最懂我 我根本不是真的生氣 我根本就不是要發脾氣 你怎麼還會一直在戳我那個點 他就會不開心 所以這個點 譬如說說他不開心 或者是說他脾氣差 你幹嘛那麼愛生氣 這個都不能講 你只能就開玩笑說 大哥 你是對的 就很開心的 對... 我相信現在大家也都知道了 對... 他說不生氣 他不會再生氣 但我覺得其實乃哥 他這種生氣的 就是感覺好像是在開玩笑 其實在節目裡面是個效果 因為我有時候看他生氣 我都覺得很好笑 玩個遊戲幹嘛這麼演出啊 是 他就在旁邊偷笑 就是Kip Boop那種很有趣 沒有趣的演出 反而我都喜歡去塞浪他 對啊 他就會 他就會拉扯的感覺 真的戲劇效果 真的... 讓我來看一下 瓜哥的是 接梗的時間沒有抓好 對 他會生氣 壓力很大 瓜哥是一個很重視 團隊合作的人 特別是我們的節目是四個人 然後就是他 因為我在他身邊也差不多十年了 他站在正中間 只要你等他回過頭來看到你 但是你慢了 譬如說0.5秒的時候 你就完蛋了 完蛋了 你就我死定了 他會怎麼樣嗎 就是等於是說 你沒有接好這一句話 就變成說他講了一句話之後 你的話就要來了 你必須要有個感覺是 這句話是我要接的 這句話是阿翔要接的 他會使眼色還是說 你們自己要知道 你不能等到他使眼色 他講了什麼 你要有一個身體的反應是 這句話我要跳出來 這句話誰要跳出來 你跟他在一起的時候 不管是我們自己的節目 還是瓜哥的節目 你的耳朵就是你要打開 這麼開 你講他耳朵 要聽清淨 要聽清淨的 對 你要很全身貫注 你只要是一走心 你會覺得完了 我錯過這三秒鐘 我完蛋了 但是這個其實也是需要培養 你剛開始的時候 我剛開始的時候 很常跟浩子在後面放空 當觀眾是不是 對 真的就完蛋了 可是你要慢慢的 去抓他的節奏 或者有時候 你會跟他的話搭在一起 他不行 他很不喜歡 就是你跟他的話疊在一起 因為這樣人家也不好剪 聽起來也不好聽 可是現在我們不會 現在就是他一句 阿翔一句 我一句 怎麼都沒有講到董哥 因為他在後面 他在後面就這樣 因為他被防守了 對 他被防守 阿翔一句 我一句 董哥一句 其實這個時間都是很漂亮的 這個是他最喜歡的節奏 就是你的梗的節奏 的那個時間 全部都要很準 這是他最喜歡的團隊合作 他不會一個人單打獨鬥 他要每一個人都有話 每一個人都有戲 所以也難怪你們節目 可以走這麼久 這個真的要蓄力 這真的要培養模式 真的